心靈的養生來自於寧靜 身體的養生來自於簡樸 每天簡單一點快樂一點 你已經走在身心養生之道 歡迎收聽語色心養生 大家好 我是呂旭亞 我寫的書《公主走進黑森林》 是討論有關女性的心靈發展 有關於七個童話故事 怎麼樣展現女性的心靈 還有怎樣用童話來了解自己 這本書已經從心靈工坊出版 目前在各大網站 南京食堂不是來都可以買到 以龍格心理學的角度 一探七者攸關東方女性的經典童話 開啟暗潮洶湧的內在旅程 台灣第一本從龍格心理學的角度 寫給我們東方女性的童話分析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這是一本由心靈工坊所出版的 《公主走進黑森林》 《龍格取向的童話分析》 在節目當中呢 宇瑟特別的要訪到的是 這一本書的作者 呂旭亞 呂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要跟每位的聽眾朋友 好好的來分析一下 什麼叫做童話分析 呂老師好 你好 宇瑟 是 我覺得這本書一開始 很吸引我的地方 其實是它的書名 叫做《公主走入黑森林》 這個跟我小時候看到的 童話故事的那個名字 反差蠻大的 那想請問一下呂老師 當時怎麼會想要用這個 《公主走入黑森林》當成書名呢? 本來我們其實有想過非常多的故事 這書名呢 可是這個題目跳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 是重點 第一當然我們講的是女性 那女性的內在心裡裡面 其實每一個人裡面都有一個非常珍貴的 美麗的 不受就是即使不管哪一個年齡 其實是以一種非常完整無缺的形貌 保存在很深的內在的一個 一種心理原型 那我稱她為公主 那這個公主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探索的是有關公主的故事 那可是呢 從所有的做心理工作者的人的經驗都知道 其實這個公主很少有真正的機會被自己所認知 反而我們經驗到的是很多的痛苦 那為了要去找到自己完整跟很有潛能吧 或者是很完整的 這樣子的一個女性心靈的樣貌 我們常常需要經過很多的旅程 那在童話故事裡面 最明顯最常見的就是走入森林 就是走進我們從小就看蘋果 像老虎貓的故事啦 白選公主的故事全部都是進入森林 所以其實童話故事裡的森林 是極有象徵意含有關於人類的潛意識 那所以公主走進黑森林 其實是用了童話故事常見的象徵符號 其實轉化而說其實有關於你性自我探索 而且是深度探索的一個企圖 像如果說有學過心理學的人 常常會聽到一句話叫做個體化歷程 那其實在這本書 公主走入黑森林呢其實也去了解到說 其實公主她不管是遇到了巫婆啊 遇到了王子或者是遇到所有的困難 她最終一定是個圓滿的結局 那那個圓滿其實她已經代表 她走入了整個的生命的歷程 那完成了個體化歷程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呂老師 就是我們常聽到個體化歷程 個體化歷程 那到底個體化歷程 它代表是什麼意義 那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來分析一下嗎 其實個體化歷程是 這是瑞士的心理學家卡爾用龍格所提出來的 他用了一個非常常見的字 其實後來在一般的這個英文裡面 常常用到叫individuation 就是一個個人 individual就是個人 成為個人 那這個很奇怪啊 就我們本來就是個人嘛 可是他這個個人其實有一個 有一種就成為自己 成為 後來我們大概在 用不同的語言講 成為真實的自己 尋找真實的自我的樣貌 這樣子的概念 那所以個體化歷程裡頭 他強調的是 一個人在出生慢慢的覺醒 慢慢長大的過程 我們吸納了非常多 我們所處的 我們所遭遇的事情 所教導我們的各種樣貌 那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所交換的是把 一部分的可能並不是 社會所獲 我們周遭的人 並不能夠認可的東西 把它放棄或者壓制 那所以呢 很多人必須要在成年以後 很自覺的發展出一個 覺察之路 或者是因為自我的覺察 或者是因為痛苦 或者因為某些失敗 生命裡面的大挫斑 你開始回頭去問 到底我是誰 我要什麼樣的人生 那這一種啟發手 發展的這一條路 那他認為是 他取的這個名字叫做個體化歷程 那他取的這個個體化歷程的意涵 其實並不是說 變成了一個非常獨立 而跟集體價值完全對反的一個自己 而是在尋找成為自己的過程中間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有限 或者是我們的獨特 那這種有限跟獨特 會展出一個我們跟集體價值 或我們所生活在的 不管公司家庭或者社會 產生一種獨特的連結 那個連結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他認為尤其是成人 而且是特別是中年以後的人 常常不自覺就會被生命推動的 要開始的一個路程 他特別為這個個體化歷程 尤其是在成年以後自動啟發 自動發聲的這個 他娶了一個現在大家也很熟悉的名字 叫做中年危機 其實也不一定要在中年 因為就是在生命裡面產生危機的時候 常常正是我們要成為自己的開始之路 所以其實聽起來 個體化歷程好像是每一個人生命當中 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都會經歷過的心理上的轉變 謝謝 呂老師像我自己 我也是學智商的 我是學心理學 那其實我在學智商跟心理學當中 我覺得有四個字 就是兩句話 我非常的受用 那一個呢就是陪伴 我覺得這個陪伴 跟 我覺得那個陪伴是需要用時間來醞釀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陪伴他自我關照 那其實像我在看這本書 公主走路會生你也是 就是雖然你是在講童話故事 可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好像在講我自己的故事 在講我媽媽 我跟我媽媽的故事 為什麼童話故事的魔力是這麼的 這麼的彰顯啊 童話故事第一是 它本身大概是你可以找得到 這種文類裡面最簡單的一種形式 他的故事通常在一頁到三頁之中就完成了 所以然後裡面的人物非常扁平 就是有時候主角都沒有名字 只是一個打鐵匠 只是一個公主 只是一個小女孩 那然後呢他們的遭遇呢 通常都是非常重複性的 譬如說第一天晚上碰到誰 第二天晚上又碰到誰 第三天晚上 就或者是說有三個兄弟三個姐妹 然後他們第一個出門了沒有回來 第二個出門了沒有回來 第三個又出門了去找到他們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那種重複性扁平 好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是 這種是講給小孩子聽的故事 那對 對太簡單了 可是這個簡單 卻可以再透過口口相傳到最後紀錄下來 可以跨越百年 數百年甚至上千年 所以因為我們去追蹤一些有名文化故事 可以追蹤在 譬如說在格林文化最 格林文化是全世界最 算是最開始變成一個正式讀物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著作 至今沒有人能夠超越 可是這本得意 就是德國人出版的 這個格林兄弟出版的這個格林文化 他蒐集的這些故事其實是在整個歐洲 甚至在往旁邊推非洲跟東亞 都甚至亞洲 甚至都可以看到有些故事的版本 就是說可以找到上百個版本 同一個故事 那所以就是他有不平的發展的特質 這些故事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卻流傳的非常的久 而且流傳的非常的廣 它說明了一個東西 它說明了一個就是有關於 人類心靈裡面非常基礎的結構 這個是非常融合的觀點 就是融合學派的觀點 用我們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我們知道的自己 叫做個人意識以外 其實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有個人潛意識跟集體潛意識 這兩個很粗略的這樣的分 那集體潛意識的那個層次 它的內涵是什麼 它提供出來 就有點像是我們人類的DNA 比如說我們每個人都有 每一個人類都是一樣的 有二十三對DNA 可是這個DNA的組合的不同 會使得我們的膚色不同 我們的鼻子高矮不同 所以就產生個人的樣貌 它認為那個人類精神 也跟這個身體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也有精神的DNA 我們這個DNA的形式 會用一種它不是叫做DNA 而是叫做圓形 Architect Architect 那這個Architect就是圓形 這個圓形就是人類精神的DNA 那這些DNA出現的時候 會用形象啊故事啊 這種各樣的東西呈現 所以 童話呢我們幾乎可以說就是 在用文字描述故事裡面 人類最靠近我們DNA的 精神DNA的地方 你好我是羽色 在今年的4月29號禮拜天 到5月1號禮拜二 在苗栗三億卓耶小屋 將開設夜營銅花滿月能量進化 夜瑜伽三天兩夜的工作坊 在古印度 以及對一些瑜伽式的修行者而言 滿月的時候呢會以斷食、掃食以及冥想 來度過這一天 因為啊在古代的瑜伽修煉當中 滿月對於一個人的修煉 尤其是脈輪的修煉 是尤其重要 如果想跟羽色一起沉澱在 銅花、營火蟲 還有滿月的氛圍能量當中的朋友 請趕快的把握機會 報名電話0975256579 可能如果是有空的話 會不會是有空的話 如果不像劇修煉 後果然又會有空的話 請客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当外公關戲團的團長 時常見 我們台灣傳統的文化 需要每個台灣人 做回來支持 对保准我们台湾传统的关系 要让我们的一台亚洲能听得到 看得到美丽的关系 都欢迎你来到赞助我们 丹丽兴关系团近年度的演出 因为有你的支持 让我们的传统文化 可以继续团下去 我们每一年度都有成熟的建筑 来制作更加好看的关系 邀请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来到道亭支持赞助 一旦是这个故事越来越复杂 比如说现在好莱坞 非常喜欢某一些有名的童话 他们就会把它一直改写 就是把它改写成 就变一个新的角度 然后拍成电影 或者有些人就把它编成一个新的小说 或者是演出一个歌剧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都是后来的人 把这个很深层的简单的故事 把它根据时代 或者是他们所特别的地域 就慢慢地把它复杂化 它复杂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偶像剧 可以演个二三十集 用的也是童话故事里的 某一些基本元素 甚至原来的故事 比如说美人鱼这样子的故事 那所以越来越复杂的故事 其实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就是它从深层的简单的 精神DNA原型 慢慢地往上走 越来越复杂 复杂到一个程度 其实是我们平常意识里面 常常阅读到的故事 所以我这样子复杂地回答你的问题 是说童话故事的简单 看起来是幼稚 比如说给孩子听的故事 其实从反的方向来讲 它是最原初的 最原初的去捕捉跟描述 人类心灵的一种问题 所以呢 所以它会可以打动几乎所有的 不分地域 不分文化的孩子的心灵 那当然承认的心灵也一样 嗯 李老师 我当时有看过一篇文章在报道 我想听到你的看法 他说呢 如果小孩子 小时候呢 父母亲呢 没有常常在跟他谈一些童话故事 那这样子一个小孩子长大之后呢 他会失去他的 呃 他的呃 想象力 然后呢 他说呢 童话故事其实是构造一个人 他内在的完整性之外 也是帮助他 去架构未来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途 那在西方世界当中 很多父母亲小时候会陪小孩子 讲童 呃 床边故事嘛 但是台湾比较少 那所以代表是 童话故事其实对每一个小朋友 在小时候对于他 认识未来啊 认识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 那对这样一个说法 那李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呃 你刚才讲的时候里头提出一个重点 就是有关于创造力 然后故事可以帮助创造力 这个这个前提我完全同 可是啊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个文类 这个童话的童话的这个文类 在啊 他基本上都是西方的 所以西 那是西方的东西 所以西方人呃 讲讲故事给孩子们听 是很自然的 那可是我们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文化的习惯 所以如果要说呃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没有 爸爸妈妈在床边说童话故事 就没有创造力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偏颇 呃 也就是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我我我会小的时候 我记得会自己翻书看 可是我不会我没有父母在我床边说故事 那所以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创造的想象 跟创造的呃游戏 这个是一定有 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头 我们对于呃创造力这件事情呃 相较之下没有这么样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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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因为以前大家都认为是给孩子看的书 然后因为很多小孩是看没有办法看字 还年轻还小 那就会产生出一个是童话故事书 另外一个是很多绘本 那这些绘本呢 因为画得很好 所以就变成一种特别的出版品 就会进到台湾来 现在台湾的过去绘本的出版 主要的有人调查过 主要的买的人 都不是买给小孩子的 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不是是买给大人的 尤其是女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取向 为什么想 成年的女人会反而想去看这个绘本 是 买绘本 买很漂亮的绘本 然后阅读 然后留在自己的书架上 所以 对 所以就是在台湾 其实出版界都知道 其实那个绘本 然后那个这些绘本 或者这些故事书 其实有一群读者 他们是 埋给他们内在的小孩 也就是 并不是 一定要你的身体或年龄 是一个小孩子 你才会读得津津有味 其实在不同的年龄 我们在阅读它 或我们看一些漂亮的 那个影像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在的孩子 也会快乐起来 蹦蹦跳跳 所以 这个是 我觉得我用出版来 来回答你 这样说 大概在不同的年龄层 我们都有一个 创造的渴望 想象的渴望 和那个梦想的渴望 那那个东西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 童话显然 和童话的 那个 那个不管变成电影 或变成绘本书啊 都是影像 就是很重要的是影像 image 这个东西 都很能够 回应我们内在的渴望 吕老师 你刚刚讲到 这个部分时候 让我想到 你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一个 一则的童话故事 就是睡美人 你说呢 其实很多的 女性的朋友呢 就是 她都会在沉睡当中 那为什么沉睡呢 因为她 没有办法表达她的情绪 她没有办法表达她的内在 那她可能要当妈妈 当人家的谁谁谁 她很忙很忙 但是她内在 其实她一直还在沉睡 她必须要 遇到某些的状况 她才会唤醒 那这样听起来 很多的 很多的女孩子 就是成熟的女人 她们去 喜欢那种洋娃娃啦 或者是喜欢绘本 或者是喜欢看这些 很浪漫的东西 是不是在某个部分 也是要帮助她们 唤醒里面的内在 还在沉睡的女人啊 呃 可以用这样讲 想要找到一种方式去 用外面的东西 去连接内在的那一个 特定的自我 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 或者那个小女孩 所以 你可以说那些外面的东西 都有一种激发或唤醒的作用 嗯 我想很多人 很多男性不能理解 某些 不玩的某个年龄层 都还喜欢粉红色啦 或Hello Kitty的女性 就觉得说你装可爱啊 你觉得你这一把年纪了还这样子 或是喜欢这种很很幼稚 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啊 像那个毛茸茸的玩具 可是 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就是 好像那些东西 是特别能够 就是就是他会 这个人可能是妈妈 可能是主管 可是在某一个内在 还有一个那个孩子 他还没有被 在他的成长的历程里面 可能极度的 极度的被压制 或者被忽略 以至于当他变成一个成人的时候 他变得比较能够 自己决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不由自主的 被外面这个东西所吸引 用 等于是用外面 在回应里面的需要 变成是一个认识 我们可以从那些渴望 喜欢那些非常cute 非常可爱的东西的 那个动作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的 那个小孩的渴望 所以你说的唤醒里面 我觉得是两重性 外面的东西唤醒了里面 可是其实它真正要被唤醒的是 自己跟自己内在的连结 你好 我是雨晟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 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练过的瑜伽训题 我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修行跟你的身体 是可以完全的结合 这本书已经由世子文化所出版 希望每一个走在灵修路上 还有瑜伽路上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阅读这本好书 于是我诚挚的推荐给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南瓜国旗的主编妙佩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情感的合唱这本书 这次主要是要讲月亮还有金星火星水星 天王星海王星明王星的相位 那这几个相位都跟大家的情感生活 非常的有关系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了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主要的通路 还有网路书店 只要大家查询情感的合唱 就可以找到这本书了 梁 så mismo 海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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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ie 漁老师你这本书我昨天晚上在 睡前到我又再把它看过一遍 码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一直想要好好来请教 這句話一直連晚上在做夢我都會夢到這句話 就是你講的這句話我覺得很有趣 你說當一個女性的自我 她沒有真正的被舒展的時候 陽性的力量會趁機進去的 那我相信反推應該也是 就是男性的這個自我沒有被滿足之後 我相信比較負面的那個 安妮馬他應該也是會進去的 這個部分可以幫我們聽眾朋友來解釋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很有趣 其實這一個話是 其實這本書的很多分析的角度 都是她提供的 其實這本故事書 其實是整合了非常多在我之前 我的前輩就是各個不同 generation 不同世代的分析師 所對這個故事所提供的她們的觀點 我只是覺得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把她們整合還加上一些我的看法 提供給大家 那這一次你剛才提的這句話 就是一個女性她如果沒有發展好自己的時候 然後她的她會空缺出來的東西 會被負面的陽性原則所 這個應該怎麼講 就串入 那這個概念是由這個老祖宗 就是童話分析最主要的發展 叫做Wong French Mary Louise Wong French 她是一個 她是一個 她後來變成瑞士人 她本來是一個奧地利人 那中期醫生她寫了十幾本 有關同學分析的書 還有其他的書 非常地棒的一個分析師 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在講到的是一個女性的陰影的議題 就是這個陰暗的東西 就是簡單的說大家聽我講 我們兩個人在講這段 可能搞不清楚我們在說什麼 其實那所謂的Animus Anima的這個概念 就是容格提出來 容格性女學裡面認為 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完整的 裡面我們有男人也是女人 我們有男性原則有女性原則 可是如果我的生理生出來是一個女性 然後我整個養成都是女性的話 那我的女性的能量 就會完全地可以被釋放出來 可是呢我的男性就會變成 我的男性原則就會被沉下去隱藏起來 變成了一個我們潛意識裡的東西 直到我們在青春期以後 很容易如果是異性戀者 我就可能會把 就極有可能我會在外面看到了一個 我自己沒有辦法發展的那個養性 就是我的Animus 那他就這個真是 然後他就投射出去 然後就看到在那個人身上就是我的啊 當然我們自己不知道 我就會深深地愛上這個男人 或這個男人會愛上這樣子的女人 所以他就是談到一個男性原則 叫做Animus 女性原則叫做Anima 那還在這裡講到的 我們剛剛回頭來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有關女性 她當她不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女性 譬如說她的成長過程中間 她的陰柔的或者是她的跟人接觸的能力 受到了很多的損傷 譬如說她在一個虐待的家庭長大 或者是在一個完全忽略的環境 因為女性原則是什麼呢 我們簡單的當然很多 可是我簡單的講幾個重要的 譬如說我們認為的女性原則是 連結的能力 就是與人連結與萬物連結 這常常我們認為是陰性 陰陽兩性的陰性的一個特質 像大地 所以事實上是接受的 連結的 接納的 滋養的 這常常我們覺得是很溫暖的 是一種 有點看起來是被動 可是確實是一個有力量 她的力量來自於被動 那如果這個女性 她的成長歷程中 這些東西被嚴重的傷害到 或者打壓 或者被 不被看中 譬如說 我是一個很喜歡畫圖的人 然後呢 媽媽就來說 畫什麼畫 這又不能考試 又不能吃飯 好 那趕快去寫功課 那她就會告訴我說 我的這種比較情感性的東西呢 其實是沒有價值的 然後呢 比較有價值是什麼 是要記的 因為是知識的東西 要記在腦袋裡頭 那我可以考試 我就考成績好 那這樣子比較好 所以變成我的有一部分 譬如說我很喜歡跟小朋友一起玩耍 可是這個東西被限制 可是我必須要去訓練我自己 去做一些比較有功能性的 陽性的這樣子的 有理性的這方面的訓練增加 所以慢慢的呢 我的女性質地會被推到邊緣 雖然我是女孩 可是我可能被要求 或者我自己也認定了 決定我要在知性上啦 或者是那個意志堅決的 往目標充去的這種陽性能量發展 那這個發展發展的久了以後 我們後來覺得說有一些人 我們說女強人啊 海峽對岸稱之為男人 女汉子啊 或者是就是身上有極大的陽性能量的女性 這樣子的女性出現了 而且還很多 而且這些女性呢 如果我們跟她們說話在 你一定會聽到一個她們很深的理念 如果可以說得出來 她們其實都有一種 我是不得不的 也就是說我變得這麼強壯 其實是 不是我像花樣長出來的 其實是 在那樣子的環境我非常不可 我的環境逼著我非常不可 或者是我沒有選擇 我一定要這樣子才能生存下去 那所以當這個東西長出來以後 它出現了某一種質地 有時候是非常的尖銳跟硬 也就是說 陽性質地裡面也有很 就是說很強壯溫暖可靠負責任的 這樣子的力量 可是呢 她的陰性 附向的東西 就是同樣是男人 男性原則裡面 也有一種很 很強烈很 很銳利 像刀一樣 一刀就砍下去 就砍斷了這種男性力量 那我們發現到 當一個女性她的發展 女性發展受阻 而男性的這個能量變成主導的時候 她就變成了 她有時候傾向於她的男性的東西 會比別的男人更難人 這個我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女性的工作者或官員 有時候更難搞 就是我們知道你是不是 知不知道 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就說 有時候男生還好說話 我最常碰到的女生跟我說 她還很 他們會很得意的說 我不跟女生做朋友 我的朋友都是男生 男孩子 她講的時候是很得意的 很多很多的女性都有這種 都會這樣不自覺的 的講這個話 當她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實她在貶抑其他女性的意思 就是她在貶抑女性的質地 有些女生很麻煩 滴滴狗 會長到小圈子 只是在講說 我害怕這些女性的能量 女性的原則 所以呢 我就會努力的去發展男性的 變成一個 以理性或者以男性的這種態度 面對世界 可是她們可能不自覺的 過分發展的結果 我們就經驗到 她自己不知道 可是我們外面的人 其實經驗到 大部分的時候 她會展現出一種負向 負性 就是負面的 負面的陽性能量 所以也就是 她們如果是個男人呢 她們是比一般的男人 更讓人不喜歡的男人 那裡頭有一種冷酷 有一種看似 就事論事 可是其實卻不通情侶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說的 剛才說的這個東西 嗯哼 那呂老師 像 如果有一些女孩子 或是男孩子 她們意識到自己 在這個部分 比如說 比較負面的Anima 或Animus 你的力量覺醒 她看了這本書 就是 《公主走路黑身體》的時候 自己會不會因為 看了這些童話故事 而自己對自己的一些 自我詮釋 或是自我關照部分 會慢慢的平衡 她比較負面的力量 你 你好 我是雨色 在今年的4月29號禮拜天 到5月1號禮拜二 在苗栗三億卓爺小屋 將開設 葉銀銅花 滿月能量進化 葉瑜伽三天兩夜的工作坊 在古印度 以及對一些瑜伽式的修行者而言 滿月的時候呢 會以斷食、掃食以及冥想 來度過這一天 因為啊 在古代的瑜伽修煉當中 滿月對於一個人的修煉 尤其是脈輪的修煉 是尤其的重要 如果想跟雨色一起沈澱在 銅花、螢火蟲 還有滿月的氛圍能量當中的朋友 請趕快的把握機會 報名電話 0975-256-579 《生命》是不能重來 當痛苦、煩惱無法解決時 不壓抑、不放棄 讓關心你的人知道 以此刻的心情 陪你走出陰霾 重新回到陽光 真愛生命、希望無限 全國製造一切真心 關心你 我猜 這當然是我的期望 應該是有 因為我前兩天 在一個場合裡面 碰到了一位讀者 他特別跑來告訴我這件事 確實就是你說的 他跟我分享 他是足科的工程師 特別跑到台北來的 女生 女生 足科的工程師 然後他就說 他說他得到最深刻的印象 在這本書 也就是你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有關於女性被陽性的原則 就是安妮木附身 就是被陽性的東西被佔滿 他就說 你知道我們也是不得已的 他說你知道我 就是這種語言 就是說是真的 是真的不得已 那就是他的整個成長歷程裡面 被這個東西所佔滿 那所以呢 他底頭有一種很大的痛苦 想要去巡回 自己的女性質地 我也碰到過一個朋友 他其實非常出色的女性 在學術界做到一個很不錯的 非常高的職位這樣 可是後來在一個 也結婚這方面 在外面看起來都是非常好的 結果後來突然就 當然就爆發了他的婚姻危機 然後他就後來變成單身女性 在他的其實中年 已經中年後期 他看到我的事 他告訴我的第一句話 他就說我想要 我想要學怎麼成為女孩 女人 他已經談過戀愛 做過妻子 做過母親 可是我想他更大的成就 跟更大的自我認同 一直都是在學術上的巨人 就是Paper寫得很好啊 然後這個學術位置很高啊 可是當在這個危機 重大危機發生的時候 他突然意識到說 啊 我不知道 怎麼樣跟內在的我 或跟人連結 他用角色 用自信 佔據了他所有的成人生涯 所以以至於當家人 丈夫愛人 離他而去的時候 他才意識到說 有一大塊 我根本不認識 我也長不出來 那我現在怎麼辦 好 那這當然是我們工作的開始 所以 所以其實這就是 回應你的問題 那當然這本書裡面講的 都是女孩的故事 其實我 我教童話的時候 我教童話分析的時候 其實是男 就是男孩的故事 女孩的故事我都有 只是這一次出版的時候 我是特別挑的 以女性為主 那也就是試圖要回應 這個這種痛苦 就是現在的社會裡面 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樣的 要競爭 一樣的想要在事業上 和在各個領域裡頭 有所發展 可是女性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像我們的上一代 或上上代的女性 可以安然的留在女性意識的 全面發展上 就做一個女性 純女性的工作 不行 因為所有的事業 所有的學校的教育 其實都是一個陽性的東西 所以女性特別在這個 21世紀裡面碰到的挑戰 從20世紀到21世紀 碰到的巨大挑戰 我試圖用這幾個故事 來一點點的 應該觸碰回應他 所以那個時候 當這個竹科的工程師 跑來找我的時候 他說 我就對 你在這書上講的這個概念 就是有關於 女性被 副相的男性人 所捕捉的 我深有所感 他說我們一群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非常的 對 對 他們其實薪水很高 可是做事做得也 日日夜夜 你看像你剛才問的 你就說 蛤? 女生嗎? 對 因為我們對於竹科工程師 真實的 就是找男 宅男跟男生 其實不是欸 其實裡面有很多女性 誒 劉老師你知道嗎 你這樣講我會覺得說 欸 女生真的比較辛苦欸 就是在我媽媽那年代 女生都被壓抑 到這年代 女生 女生必須跟男人來競爭 女生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找到自由呢 哈哈 沒有 應該是說 我們不同的一個 不同的世代的人 有不同世代的挑戰和功課 那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说 这个世代的女性 因为有这个挑战 她比较命苦 其实这个挑战 是我们争取来的 只是这个问题 正好我们又可以 用一些方式去觉知她 我觉得觉知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不觉知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些女性的理念 外面看起来很刚强 可是内在其实是 非常的脆弱 而且这个脆弱的小女孩 又很不被 很不被 因为她外面刚强 所以你就很难照顾到 里面脆弱的女孩 所以是很使得 女性会孤独 这一类的女性 这个当然是 我们触碰了中间的 一个故事 李老师你下一本书 有考虑从男人的角度 来写一本童话书吗 因为我觉得不公平 然后因为你讲了很多女人 对那我看 我想说 怎么都要讲睡美人 都要讲 可是那男生 男生也有需要被安慰 是不是 我已经听到好多人在跟我这样讲 我真的很认真的 我本来想要讲连写五本 女性的故事 因为还有女性的神话 可是对现在好多人跟我讲 我确实有正在考虑改改我的写作计划 下一本写一个男性的童话故事分析 对因为也有很精彩的 也有很精彩的 李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是我其实今天想问的 就是你刚刚讲到神话 其实神话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也有学过一些神话的分析 那也有学过梦的分析 那我在看你这本童话分析 是我第一本看的童话分析的一些比较心理学的东西 我发现其实这中间有蛮多相同雷同的地方 那我想要问一下李老师是童话跟神话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在我们台湾中国人的思维当中 其实我们比较知道神话故事 但是童话我们属于我们东方的童话其实蛮少的 那童话跟神话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讲的这个差别当然也还是在容格心理学的脉络里 我们认为说神话第一 你只要想到童话跟神话的那个文 那个故事你就马上看到他的第一 他长短差很多 就表示呢他复杂非常多 神话复杂非常多 第二个是神话通常有非常强的在地性 就是说希腊神话啦 罗马神话啦 中国神话啦 印度神话 因为你有非常强的文化质地 那当有文化质地意思就是 他从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已经往上提升 到了文化集体潜意识 也就是神话通常是没有这么原始 在人的精神世界上的那个位阶 是一个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东西 可是他一旦成熟意思就是他也就比较 不是这么共同 就是像我们如果讲一个印第安的神话 我们就觉得好像那是印第安人那一边的东西 就是有北美的那些图腾的神话 跟我们好像有点远 比如说印度的神话 那些神我们就觉得跟我们很远 因为那里头已经有大量的文化元素进去了 可是睡美人你比较没有 虽然他的名字还是个西方的名字 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么远 也就是第一还是回来说 童话是很简单 它几乎像是就像鱼 把它肉剥掉只剩下骨头 它是最原初的东西 所以在学习分析潜意识的语言 或者象征的时候 融合心理学采用童话 用很多的童话训练就是在于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入手 可以学习知识 有关于潜意识的知识 那神话当然是因为它很 就是它开始复杂起来 丰富起来 人也立体起来了 所以呢 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我们跟人的精神世界相呼应的内容 对 那所以 可是因为故事复杂 你就容易被故事卷进去 所以呢 我们的基本功 其实因为我是在瑞士 梳理事授的 融合分析训练的 所以我们的基本功 是进去训练 分析训练的时候的 第一个一定要学的 童话分析 那毕业呢 最重的考试也是童话分析 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有一个假设 就是你童话分析 在学得不错的话 学得够好的话 神话比较能够驾驭 然后呢 梦就更难了 因为梦就是个人的东西 潜意识的东西 那要把这个人的相关 他生命的历程 还有他日常生活的东西 也要包含进去 所以梦的分析 在这个基础上 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学习 就是说 不是直接学梦分析 而是有这些不同层次的学习以后 那这些都是属于 人类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内容 嗯哼哼哼哼哼 嗯对 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要请 吕老师来分享一下 像你这本公主走路黑森林呢 总共有七篇的童话故事 那在这七篇的童话故事当中呢 你最喜欢哪一则故事 那为什么你 特别的想要把它 解录到这本书当中 大家好 我是王慧芳 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呢 我才刚刚翻译完的这个书 这个书呢 叫林百疗法 这本书现在目前已经上市了 那由向识出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到网络书店 或者是实体的书店去买 应该都很好用 那上面也有对就是 针对上面所 特别的这个林百呢 它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活动 大家都可以上去 去参考一下 然后带着一个玩乐的心态 然后去翻转你的人生 你好 大家好我是雨色 在今年的4月29号礼拜天 到5月1号礼拜二 在苗栗三亿卓野小屋 将开设 夜银铜花满月能量进化 夜瑜伽三天两夜的工作坊 在古印度以及对一些瑜伽式的修行者而言 满月时候呢 会以断食、扫食以及冥想来度过这一天 因为啊在古代的瑜伽修炼当中 满月对于一个人的修炼 尤其是脉轮的修炼 是尤其的重要 如果想跟雨色一起沉淀在 铜花、萤火虫 还有满月的氛围能量当中的朋友 请赶快的把握机会 报名电话0975-256-579 这个实在是 要说哪一只手指头自己自己写吧 不过 不过我还是要讲 可能是第一天 木儿女 少女 女孩 这个故事我最有感觉 因为 第一个当然是 她是我的考试 我自己写了 我自己在那个我的训练毕业以前 六个小时的考试 就是考这一天 那是当时她就有 对我有特别有意义 同时呢 她也讲的是一个 有关于一个女孩 她是一个跟妈妈感情好的 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 当然她是公主 那可是然后她 因为要嫁去邻国 当一个皇后 所以在那个女城中间 所受到的各种的挑战 跟她碰到了她的侍女 就是 就是 欺负她 然后 强迫她变成了 从公主的高带上 变成了一个非常低下的 一个女孩 她经过这个锻炼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的喜欢 木儿女孩 是里头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提到 一个女性 她需要走 要下来 她要从那个高高带上的 白马用金杯喝水 到要趴在地上 然后妈妈的保护也流开了 然后她要一个人 孤独地走进 一个真正的人间 然后在那个中间慢慢地发掘自己 那就是脱离母亲的保护 那这个是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完整 可是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 有关于 其实每一个女性 什么时候可以 不要幻想 不要只留在那个 我的白马王子怎么还没有来 或者是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事情 而是可以意识到 我们所每天所经验到的 很多生命的挑战 其实正是把我们准备 成为一个保护吧 或者是我们 我们之所以 愿意承受这个 这样子挑战的原因 后面是有目的性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 把我们 我们生命里面的 种种苦难 给出了一个 好童话的说 的解说 可是却也好精准的描述了一个女性的心灵 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篇 作为一个 作为一开启 那想想一个女孩子 一个公主 可是已经衣衫蓝褛 然后赶着一群鹅到山上去 然后去整理自己 面对自己的挑战 因为被坏人所害 的那个历程 我觉得非常的 我很喜欢那个异象 这个是 就是跟大家分享 不过后面里面有几个故事 当然是也是我特别钟爱的 其实像是 废雀人鸟 是有关于女性被残杀 就是天真的女孩子 然后就 因为我们对天真好像有很多的想象 可是其实天真是很危险的 一个不懂事实的天真的女孩 就很容易被诱杀 诱颠 你看这样子的社会故事 可是其实在童话故事里有 早就有了 它在告诉你 天真一点都不值得去 而是要 尤其在面对黑暗跟凶恶的 这样子的黑暗的 这个巫师这样子的 黑暗来临之前 你必须要有这种技巧的能力 那这是废雀人鸟的 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教导 你可以想想 如果小女孩可以听 爸爸妈妈讲这种故事 可是晚上很会作恶 可是可怕会想到 不可以随便 很善良的 有人来跟我要东西 我就给他 我就跟着他就走了 太危险了 因为可能会被杀头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 一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 我就读者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的第一章 是荣格心理学的童话分析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没有心理学的基础 架构的读者来看 太有他的难度 第一章的时候 然后来我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老实讲 这一章让我很震惊 就是我非常的喜欢 这一个木儿女 因为我觉得这篇 如果你把它读完了 后面的故事 你就大概知道 那个 因为你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就是女孩子跟妈妈的关系 然后你还提到 木儿女的侍女 她也是她内在的阴影 然后你看完之后 你发现说 原来她有这样一个诠释 然后你把这个故事把它看完 你就知道说原来 其实很多的关于你女性的童话故事 其实都是在平衡跟沟通她的内在 然后怎么走入到一个完整的历程 我觉得其实木儿女是一个 木儿女是一个 女孩子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 就是你这本书当中 然后像废弃尔鸟的时候 其实我看的时候 我其实还蛮正经 因为其实像蓝胡子 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 就是她 真的 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怎么会 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 给小朋友看呢 我那时候小时候 我觉得说怎么会 但是我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 她不像童话故事 她比较像是 她教导你怎么社会化的一个历程 就是女孩子不能够太天真 然后我在看 我想我们两个人在讲这件事情 可能读的那个听众都没有想到 废弃尔鸟的那个 那个最惊人的异象是 你这个 这个女主角打开了 打开了房间 一个不被允许打开的房间 然后里面是很多的尸块 就是女孩子被诱骗进来 被切的一块一块的 的那个血池这样 所以 这样子的异象通常 是很难想像是童话故事 是啊 应该是社会版 是 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通常有一个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童话不是叫你活在 那个美丽的公主跟王子结婚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不是 它是在告诉你 其实你应该去 透过童话故事 你要从你内在的历程 慢慢的觉醒之外 你要去了解 社会其实很多东西 它包容在这个童话故事当中 童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 其实人跟人的互动 所以它很平面 但是其实它很很直接的让你了解 其实妈妈不一定是爱小孩子 他有时候会会用其他方式 对 像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后母不好 我们就说那是白雪公主的妈妈什么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童话故事 他并没有想要把小孩子住在 让他住在泡泡泡里头 就是说都是很美很好 不是 反而他们的故事里面充满了这种 好像有血有杀 有谋杀的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后来呢 当然越到现代 其实很有趣的是 越现代化的时候 那个故事反而越被清洗得比较干净一点 就是柔化一点 所以当我们去寻找比较古代的故事的时候 可能真的也就是 为什么大人现在也觉得童话故事 很能够享受的原因 其实是我们去听 不是被三节版的童话 而是我们去看最更早期 人类共同创造的这些故事里面 其实说了我们很多心灵的真相 那当然我要讲一下一点点最后的 就是说 这些故事 虽然是很旧的故事 或者是很通俗的故事 可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我可以 我们可以有新的角度 然后这个新的角度去把这个故事重新拆解以后 我再阅读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样貌就变了 当我重新去讲 睡美人和讲长发公主的时候 跟一个小女孩读 她当然是很不同的 那这种拆解跟重新给予 这些童话故事新的角度的这种能力呢 其实是使所有古老的东西重新 这个现代的女性或者是现代的心灵 去跟这样古老的东西对话 那这个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往从这个地方推到所有的古典的经典啊 古典的艺术啊 古典的东西 它都变成我的 唤醒我 它是我的宝藏 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拿到这个宝藏 那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最享受的跟大家分享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那我最后呢 还是诚挚的推荐这一本 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 《公主走路黑森林龙歌曲向的童话分析》 我觉得吕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心理智商师 那我相信他所写的东西 其实蛮浅显易懂的 能够带给许多的读者 非常多不一样的心灵上的洗笛 那今天很开心的邀房到是吕老师 谢谢你 谢谢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语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语色都会介绍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邀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好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语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语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语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语色电话是0975256579 谢谢观看 基本上来 détока